迎接2023不少民众会安排跨年银树光活动 不过由于星期三开始受东北气风影响 以封面东半部水气增加海况不好 因此今年不会有跨年银树光的首发航班 而往年吉安庆修院也会举办跨年敲钟 今年也因为人力吃紧的问题喊咖取消了 不少马来西亚游客把握海上不错的天气出航赏金 即将迎接2023不少花莲乡亲会安排跨年银树光活动 不过28号周三起又受东北气风影响 也预计出海银树光的堕楼满赏金首发船 评估跨年当天海况可能不佳的安全考量 确定取消 这阵子蛮多客人打电话来询问2023的曙光航班 大家都希望在一年之开始的1月1号 能够在东太平洋看到太阳从海底面上升的那个画面 这可惜船长的判断 这一天的天气不是这么的理想 海上的状况风浪不小 再加上可能会有加上一些绵绵细雨 所以我们就只好跟打说声报歉 而为在捷安厢的捷安庆修院 往年都会举办跨年敲钟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排队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幸福 透过电访庆修院执行长陈一正表示 今年因为人力问题确定取消跨年敲钟 但会按照正常营业时间营运 欢迎民众在跨年前来参观 而松原别馆则在元旦跨年正常营运开放 有计划安排华联出游的乡亲 请留意相关旅游资讯 才不会拜信而归 记者长邦彦大华联报导